政府宣布取消备受争议的 巴达林在野高价疏散大道 PJD令工程 政府发言人法明指出 联邦政府是因为发展商 无法满足先决条件 所以决定不再和对方谈判 直接取消项目 法米在内阁会议后指出 工程部将会进一步说明详情 2022年由国盟领导的联邦政府 原则上批准这项工程提案 可是引起多个地方的居民反对 抨击大道项目引发空气污染和噪音 同时影响附近的住宅物业 反对者在脸书开设专业 也曾经集会抗议 宣然而州政府去年7月31号 宣布取消计划 原因是评估报告显示 有关的工程没有符合预设条件 这条预计长达25.4公里的 双车道高速公路 是从星巴胜和柳翼大道 开始延伸到 五级加利尔高速公路的交汇处 六级加利尔高速公路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